大家好,我是小娥 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 很早 刚才我老妈呢,她叫我起床 她说 我家的龙眼被偷了 可能早上她出去 看到那个龙眼树下面铺了好多的龙眼 不懂是怎么被偷的 现在我们下去看一下吧 因为昨天晚上下雨 虽然我也睡得很晚 但是外面都在下雨 我完全听不到有什么声音的 然后我家那只狗就拖到里面来了 因为昨天晚上下雨 我也不放心 那个狗在外面被雨了 所以 嗯 有龙眼就被偷 现在我们上去看一下吧 看一下 哇 你看 这里 好多龙眼 啊 你看这些龙眼都铺在下面 啊 天啊,不懂是怎么偷的 爬上去吧 哇 那也太太太大胆了吧 看一下这边 哇 大家看这里 这里好多的龙眼树 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不懂是怎么偷的的 啊 因为在上面那里还有很多啊 那里都被偷了 太厉害了吧 啊 那个是我家的摄像头 可能是照不到这一边了 可能我爹 昨天晚上我爹 昨天晚上我爹 应该也很晚 应该到三点钟 因为下雨 他也没有开窗 应该也听不到 然后 哼 回来啊 什么的 他可能会碰到第二次的 要是碰到第二次的话 我抓到人了 到那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啊 就在那一侧 那一侧被偷了好多 在那一边 全部都是在那一边 可能是边爬到这个围墙 边爬到这个围墙上面 去拿的 嗯 连一个龙眼都偷 那个摄像头应该看不到 因为他是在那一边的 在那一边 还有这个树啊 墙啊都挡住了 应该看不到那偷的人 在上面还有好多 那个是没办法被摘到的 就是在那一边 那一边边是爬到围墙上面的 那么围墙那一边 那墙都裂开了 这边的围墙都裂开啊 也比较危险 希望 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晚上 他们还会继续来啊 在这一边有很多的 这边都是一寸一寸的 又非常大 啊 真是的 应该有 有个 啊 几十斤应该有吧 啊不过 太危险了 因为爬到上面来 那围墙要是倒了或者怎么样 啊 出什么事呢怎么办 对吧 要是 谁过来跟我说 呃 想要吃龙眼或者什么的 我都可以拿那个体脊 让他爬上去 自己吃 因为这个龙眼不值钱啊 你要是过来这样偷的话 哎 那个就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龙眼不值钱 来偷这个 呃 不不不不值得啊 对吧 要是他跑过来跟我说 呃 我想要 几寸龙眼拿拿拿来吃 那我随便让他自己爬到楼顶去 拿都行啊 哎 不说了 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哈哈 早晚下雨啊 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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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没听到声音吗 啊 嗯 嗯 都不掉一下的 哎 这个狗狗 好了 我们本期视频呢 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先回去 洗刷一下 眼睛还睁不开 哈哈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了 大家拜拜 我今天过来给我家的玉米 撒肥料 然后 给他整一下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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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糖啊 呵 大家好 我是小和 今天我过来给我家的玉米 撒一下肥料 然后把那些泥土啊堆到他的根部里面去 这样子 这样子他长得比较快 嗯 因为 这几天可能要有台风过来了 现在风很大啊 呼呼的响 我老爸现在 我老爸现在 用那个牛 把那些地给打松了 然后我们就拿这个 这个锄头啊 把那个泥土给堆起来 这样子呢 那一米就长得快了 以后我们 以后我们 嘖 好了 现在我们不说那么多了 等一会要天黑了 我们赶紧 抱抱抱抱抱 抱抱抱抱 3 3 1 1 2 啊 就是这样子 这豫里大来很快的 这玉米啊,我们种来喂鸡的啊,我家养了有几十鸡鸡,然后刚好就拿着这些玉米来喂它了,我家也没种多少,就种几分地啊, 来,现在来干净了 好,好,好 哎呀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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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牛,那地还没弄完就跑了 那地还没打完就跑了,我去 我去 临阵脱头啊 这牛不行啊 这地还没打完呢,牛就跑了,我去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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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这里没多少了 准备弄完了 现在又要天黑了 只剩下那么一点了 基本上也弄完了 本来这块地我是拿来种西瓜的 但是我那个西瓜种籍 它不发芽 所以西瓜就种不了 就种玉米了 现在也准备要天黑了 也要手工了 好 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